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哥 今天跟你自从在洛定咸一别一别已经数日了 你继续你的行程就好像去了曼哲斯特市 对不对 我继续感慰身世 我这几天很忙碌 为什麽德哥你这麽逍遥快活和老sir 跟着去完这儿又去那儿 我做了一只职感 现在好像蒙一下蒙一下整个样子 真的 我又不回答嘴了 因为你蒙一下蒙一下还要职职 多劳多得的嘛 这个世界多劳多得的 这个叫老老命 不懂规划人生 今天访问老sir 其中一件事就跟他说 你的退休生活在英国是怎样的呢 还没说之前呢 就今天录影的时间 其实是星期日来的 就刚刚就结束了这个 曼联对纽卡素的联赛杯 的决赛 那我就很伤心了 德哥就很开心了 是吗 德哥 是的 你在曼徹斯特市 迎接曼联这么多年以来 以来的第一个蓬杯 那你刚才在酒吧 还是在哪里 这个情况相当兴奋 因为好像在看资料 曼联也好像六年以来 第一次再次蓬杯 所以今天呢 加素五十年了 五十年都未必有 等多 不要说 不是他们有骂我 那就是曼联之特城里面 就刚刚在这里来到这个游览 我都没有预备定 我都不知道哪里 总之是有球赛看 突然间这几天 好像奇哥在Lotting人提醒我 曼联会对纽卡素 怎样怎样 于是我就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觉到真的有 而同时呢 他们是四点半 当地时间四点半 那当然可以去酒吧 因为我们在Lotting人的领队 哥敦也都提醒了 我可以去酒吧看 于是我就去完 吃了早饭之后 去到这个酒吧 酒吧相当之好 可以喝霸王酒吧 因为太多人了 人逼人 曼职斯特 进去都不知道怎么买酒 就这样站在那里了 就这样站在那里 不断抬高头望 已经赢了二比零了 接着一路拍照 一路拍照 然后迎接到那些 叫做直播 看到这个就是球场以外 酒吧以外的曼聂斯特的球迷 是一路拍照 赢了球 需要有人请你喝酒 赢了球 没人请我喝酒 也没有人用的 因为赢了一早 上半场已经赢了两比零 一早赢了下半场被人打 但也无惊无险 所以我打算有擁抱 女球迷會擁抱 女球迷不知道會不會脫衣慶祝 沒有 因為贏得太容易 完全無風無浪 所以完了之後 球迷都離開了酒吧 沒有什麼特別的 激情的兵犯 很正常的一場贏的球 很簡單的 容易贏 是很容易贏的 是的 我說回這幾天在曼城 來到曼城 和你一別 你就匆匆忙忙 乘回火車 回去熬雷仔 洗大餅等等 我就和魯Sir的家人 一起來到曼徹斯特 來到曼徹斯特 當然是正常的旅遊景點 必定去 坐你一會兒 你先說這個曼聯 不是曼聯 曼徹斯特市的遊覽 你其實為什麼 你有 你就在倫敦 OK 魯Sir 稍後再跟你說 你就在洛定咸 是的 來到洛定咸 你們如何計劃 你計劃你的行程 為什麼你會來曼城 你未來過 所以要來還是怎樣 我未來過的 你未來過的 這次就深度一點點 深度一點點 你們兩位想在曼城留多久 這些一定要做規劃 因為要預訂酒店 我們預訂了四萬酒店 四萬 四萬 四天在曼城的話 如果我想再規劃 四天你打算在哪一天做什麼 我們都已經沒有什麼規劃 因為我們第一天進行一些 叫做官方式旅遊客 必定去那些 什麼Piccadilly Square 就是中央圖書館 還有一個裝不知什麼的 最古老的圖書館 很長廊 哈里波特的場景 都是參考它而設計的 這個就是一般 但是我們最重要 第二天我們有一個特派的導遊 他帶我們去不同的景點 跟一般的旅遊客不同 我們會見識到當地的 譬如一些買一些叫做 格仔店 格仔店 好像Campdent Town那些 就是買一些文化的東西 你去到曼城我真的沒有去過 Campdent Town那些有很多烹飪的東西 文化的東西 買鑄鏈等等 買其他卡通片的東西等等 Figure那些東西 我沒有去過的 然後又去一些文具店 畫店、文化藝術店 然後去一個老sir最喜歡 最渴望的 能夠在家製造一個金魚缸 寵物店 寵物店 就是金魚缸 你在香港金魚缸不是股票的金魚缸 是 真的要養魚的 即是和國都要買金魚的金魚缸 沒錯 然後去見識一下 然後那位導遊也帶我們走近一些 曼城因為都是有很多運河的 你看到運河、船屋 他又親自 因為他英文了得 親自跟船上的居民聊幾句 我聽得懂他們聊幾句 了解那個人 為什麼要買艇 為什麼要在船上 原來那艘船不是固定在曼城的 他會游來游去 周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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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年輕人 我看他30-40歲而已 有些這樣的遊覽相當不錯 而我們另外一天 就會去到烈斯 去看朋友喝茶 看看烈斯的城市是怎樣 都是搭一個多小時的火車 接著吃完 又回到曼城 是的 回到曼城 即是你去曼城一個中心點 然後就去參觀曼城 接著去曼烈斯又回到曼城 是的 所以就省了搬行李 你如果要搬行 你搬去烈斯住一晚 翌日都要走的 你搬來搬去都要走的 所以我們在曼城 就不用搬去酒店 那酒店是一件好煩的事情 所以我們明天就去利物浦 一樣都不過夜的 永遠都不過夜 一夜站在利物浦 絕對不過夜 接著就是去完看完東西 找完披頭四 接著又吃完東西 接著又搭貨車回來 這個曼城又休息一休息 利物浦和曼城 相差一個多兩個小時 沒有所謂 即是你搬到曼城 去烈斯 去烈斯 接著又回到曼城 接著你明天又去利物浦 接著又回到曼城 沒錯 這個就是你以曼城中心點 到處附近的城市 說真的 說真的 都一樣的 半個小時的車 我們剛才剛剛看過 有些不停站的 大家相信我 很近 那你跟著 有啊這個 很領導 你跟著那個行程又 接著又去哪裡呢 跟著行程 我們一直追蹤你的 一年十八集 十八集 你從英國 大哥 這麼多地方 我真的沒有去過 我找你見識一下幫忙 對不對 我知道 我可以這麼說 奇哥就是住客 魯Sir就是新住客 我是遊客 遊客的周圍遊 你們住客 我問你 大英博物館收多少錢 入場費 不知道 你兩個人 我會去的 你當然 我帶你大英博物館 是不收錢的 奇哥 是 我沒有去 我不去 你帶你的女兒去看看 增加她的文化知識 是 大英博物館 我真的會去的 真的 因為我被迫去的 因為女兒的老師 是 美術老師 約定我 要我帶女兒去 帶女兒去 沒問題 你就負責 在裡面幫她 盜想 怎樣盜想 培養一下 一些藝術的細胞 這個我就不懂 我睡著 我整個晚上睡 你去完利物浦 列斯 在圍繞萬聯周遭的地方 在這些所謂 中北部的城市 你會去什麼地方呢 這些都是比較正常的規劃 接著去到白明漢 白明漢是一個第三大城市 也是很大廈的城市 即是去探望鄭家富 他在那裡嗎 是的 在那裡愛著他 我那天去洛定峽 我不知道東南西北 我去洛定峽 旁邊是白明漢 接著我帶話給他 他就說 今天下了高雲地利 晚上回來 問我們是否過去 很近 哦 那我看看他避不避我 避不避我 避不避 找小斌 聽一下 接著你就下去白明漢 白明漢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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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去牛津 打橫走一點去牛津 因為呢 你倆又沒有去過 對不起我去過了 牛津我去過 牛津劍橋也去過 幫你去找大學嗎 是 看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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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不是老人院就可以了 香港才有牛津老人院 我們去牛津 即是有兩個大學城市 帶老Sir去看看 老Sir的子女都大了 都不用找牛津還是劍橋 兩位子女都已經大學畢業了 已經有很好的工作 就是這樣 那去牛津只不過 陪我作為一個遊客 去看看牛津城市 這樣 接著呢 就會去一個叫做巨石鎮 一些的自然環境當中 都很多遊客必定去 因為那個巨石鎮 大家查一些資料都知道 就說 荒原也沒有大石的 荒原也沒有那些石頭的 為什麼無端端會有一些 巨石頭 放在那裡 好像一個鐘那樣呢 那是一個迷 哪些人擺過去呢 在羅馬時代已經擺 究竟哪些人 用什麼方法 可以從很鬼死遠的地方 搬到一些石頭過去 接著人家還要砌 好像某些東西 兩塊上面有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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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把上面那塊放下去呢 當年只是公元前 是啊 沒有工具的 用什麼辦法呢 有什麼原因呢 怎樣吊起它呢 現在還是一個迷 還是一個迷 還有很多 去完巨石鎮 接著又去哪裡呢 最精彩了 去布莱頓 去布莱頓 是坦白說 最喜歡上班的人 我就是資深導遊 最喜歡上班的人 你住在那裡 不去觀賞旅遊 最喜歡上班 天天夜忙夜忙 那個奇哥 你的稿號叫什麼 奇哥蕭樂店 這些是不要說 大家在拜登 如果你去呢 大家多數都要去海邊 其實拜登 就是有些地方 叫Links 也有些 像你在萬城 一些文化藝術的氣息 裡面很多小店 很多獨立經營的電報 不是格製報 各國都有的 很多藝術家等等 有一陣子經常都當失路 那條街就像蘭桂坊等等 一格一格很窄的條行 周來轉來轉去 很多小型的咖啡店 很多賣的手信和食物 我期望去到不同的地方 有當地的導遊 當地的導遊一帶著我們就不會當失路 我期望有當地人 我和你一起走 因為我都不是沒有去過 我來來去都是店鋪附近 我和海邊都很少去這些 這麼有文化藝術的地方 很多時候和你一起走 那你整個行程就在拜庭那裡做終結 是不是這個情況 都會想回到倫敦 倫敦一定是在家 倫敦是你家而已 老實在這個作客就回到倫敦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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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整整 我們由你家裡 經過諾定銜 然後去曼城 然後你會去烈斯 然後去利物浦 回到牛津巨石鎮 然後去拜登 對著一個行程 走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 OK 在休息之前 今天這兩天你去曼城 你們兩位的感覺是怎樣呢 傳說中的曼城 是不是那些真是唐人街的美食好呢 我的口才當然了得 我講的永遠都是賺的 我又有嘉賓 阿魯Sir 讓阿魯Sir 來到曼城 一個比較客觀的遊客分分 阿魯Sir 客觀地 你覺得曼城怎樣 你第一次來是嗎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來的 不過就是來去匆匆 這次就留的時間長一點 所以印象可以深刻一點 是 剛才你說到飲食 是啊 先去唐人街的飲食 唐人街的飲食 那裡都很集中一下 可以看到很多華人面孔 走出就少了 不過要聽老實話還是粉飾的話 大家都知道店舖都很出名 我們首先去的 就想去到翠華 翠華 是 你不聽我怎樣去大家樂 你去翠華 那你一會兒去都行 我們聽你怎樣去到大家樂 大家樂排隊 人多 排隊一定沒有東西的 試一下肥叉 那你去翠華 先去翠華 不是香港的 不是香港的 走去翠華 走去翠華 就點了一個乾醜牙和 現在吃 跟樂定咸的就不同 樂定咸那些是模仿的 模仿香港的味道 是 但是翠華一吃 根本就是 就是香港的口味 是 吃完 OK 德哥你也有吃 那次我介紹你 在唐人街吃那個 就是倫敦唐人街 你覺得哪個 有吃 有 有 有 翠華可以 翠華可以 好 第二樣 第二樣就是 什麼 三燒飯 他們最喜歡的 三燒飯 三燒飯就是 燒肉燒果 和這個 肥叉 可以嗎 是不是有肥叉 在英國就很少肥叉 有肥叉 有 沒有 都很瘦 有 夠肥 夠肥 英國標準 德哥 一吃了 一吃了 和那些 混在那些 那些 那些飯 根本就是香港吃的 你來了一年多 馬上找回味道 是嗎 是 那樂定咸呢 有燒我的 有 肥叉 肥叉 就差一點 有燒肉 是粉色說話 還是真實說話 你剛才問 奇哥你想聽 有燒肉 一吃一吃 是 很棒 保持這個味道 保持 休息一會